发展是破解各种难题 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 我们要坚持把发展 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位置 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 维护各国正当发展权力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 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地汇集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人 台湾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从未分割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 从未改变 全体中华儿女追求祖国统一的努力 也从未停止 51年前正是在这座庄严的大厅里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 决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将台湾当局的代表 从其非法占据的席位上 驱逐出去 从政治上 法律上和程序上 彻底解决了 包括台湾在内 全中国在联合国以及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权问题 也彻底封堵了任何人 任何国家 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众一台的任何空间 国家